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ServiceMesh相关的技术 不非常抱歉 耽误大家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因为一开始我们网络技术有些问题 下面我主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刚才其实Jesse已经把我的这个个人介绍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这里边就不再重复了 其实我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一个技术分享者 以上的这些都是一些分享的一些心路历程 也希望今天通过我的分享能够给你有所收获 今天我可能跟其他的一些ServiceMesh落地实战的这样的一些分享不太一样 首先就是说我这次的这个落地 主要是基于这个AWS的AppMesh 大家所看到的公开的这些逻辑实践的 基本上都是基于Eastle的 当然了我会对Eastle和AppMesh做一个详细的对比 这个对比呢 其实我估计绝大部分人可能也没有去了解过 还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实战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要集中的还是一些 我希望通过这个这些两个产品的对比来给大家提供这个技术选行上的一些参考和建议 这是我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呢这个内容应该是比较独特的 跟别人不太一样 当然了不能免俗的肯定一开始呢 简单的要过一下这个ServiceMesh 以及它目前的市场现状 最后呢就是对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述吧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ServiceMesh 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非常了解了 我这里边就只highlight四点 就是第一个它本质上呢 就是一个instructor 就是一个技术设施 然后它的功能呢 说白了 它是用来管理服务间通讯的 说白了就是请求分发 说白了就是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它的部署形态呢 就是一个Satca代理 对吧 整体呢 我更认为 我更习惯于把ServiceMesh认为是一个Satca的托普结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透明 我认为就是你理解ServiceMesh它的核心概念 从这四点把握住就足够了 当然了 其实通过它的这个能力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种这个服务治理的方式 那么既然它是一种服务治理方式呢 我们就要去比较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种新的服务治理方式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传统的这些服务治理的这些框架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比如说SpinCloud 以及Netflix这个套件 以及Double 这些 这些不能说它们不好 但是呢 就是它们相对于新的这个ServiceMesh 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一个技术的更新换代呢 主要有两方面去驱动 一方面就是成本考虑 一方面呢 就是效率考虑 就是因为成本和效率 这两方面考虑呢 所以呢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更优的这种成本节约的方式 更优的这种效率 用ServiceMesh来代替这个 以前的这种传统的服务治理 首先大家都很了解的 就是这些套件呢 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 正因为它比较复杂 所以呢 它的成本比较高 那这个成本可能包括几方面 比如说人力成本 你的学习曲线肯定会很高 对吧 然后呢 你可能去熟悉它 去了解它的这个成本会很高 另外呢 你在运维上 你在部署上 你在进行这个产品的升级上 都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成本 那么在这方面 它相对ServiceMesh 还是有一定的劣势的 还有一点呢 我们刚才说 ServiceMesh最大特点就是透明 但是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 它其实还是以公共库 供养库这样的方式去进行 跟我们的应用去接入 因此呢 它还是对应用有一定的这个偶合的 比如说你使用Cloud SpinCloud 你至少得有一些配置 对吧 至少得用一些annotation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不完全透明 这就是它相对ServiceMesh另外一个劣势 第三点就语言绑定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理解 那么ServiceMesh它的优点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优点 为什么我们去使用它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透明性 不敢说它百分之百透明 实际上使用过S2的这个同事 应该知道 就是它在chasing这块 还是需要跟业务有一定的绑定 但是相对于它通过这种 SiteCard的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 其实已经极大的减轻了 跟应用的透明 也就是说当假设 当你在进行被复迁移的时候 想去接入这些服务治理的这些框架的时候 那么这种不侵入你的代码的 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接入方式 其实是最优的选择 那么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白了 其实你改代码是非常成本是很高的 对吧 每一个工程师 其实写完代码都不希望去频繁的修改 你一修改就得重新去 你不能保证没有bug 你还得重新去部署 还去处理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这就是因为它的透明 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些成本都会降低 无论是从部署上 它通过SiteCard这样一个方式部署 以及它的维护上 甚至是资源占用上 都会优于这些传统的复制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新的一些 比如说你没有使用过老的 这个服务治理方式的一些应用 它直接使用ServiceMesh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如何选择 最后再总结一下 就是如何选择 什么时候我们去使用ServiceMesh 什么时候去沿用老的这个传统的SpinCloud 这样的方式 就是假设你已经有了 比较完善的服务治理了 那可能你需要观望 你不一定非得使用ServiceMesh 但如果说你没有完全没有一个服务治理 或者说你的现在的服务治理方式 并不完善 缺乏一些核心的功能 或者是你现在有很多的痛点 整个好是ServiceMesh能帮你cover住 那么建议你是可以选用ServiceMesh技术 好下面我们再简单的来 回顾一下目前ServiceMesh它的一个市场情况 我会从两个方面去做一个对比 一个就是开源相关的这些产品 一个就是托管相关的产品 那么开源的产品呢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NVOL 大家其实都很熟悉 NVOL现在基本上成为了一个主流的 或者是标准的一个数据面 了解NVOL呢 其实我总结了一个口诀 直接这样记忆就是 稳如狗定位准 不拖大 不粗腿 这就是NVOL它的一个发展趋势 怎么解释 稳如狗呢 稳如老狗 它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它的开发进度非常之稳 不断的非常有规律的 不断的去迭代自己 不断的去演化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它的性能也非常稳 因此呢 因为这两方面 它现在基本上成为了一个主流的考虑 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Visto和AppMesh 都是用NVOL作为它的数据面 另外Linked呢 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可以说说严重点 就是垮掉的一代 是比较令人失望的 因为Linked作为第一个公认的出现的这个ServiceMesh产品 因为自己的各方面的原因吧 这个说白了丧失了非常大好的机会 在17年的时候 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 丧失了很多机会 那主要呢 有几点 比如说它的语言选择是比较小众的 它选用一开始用的是Scalar 后来呢 这个Colin这个Linked2版本呢 用的是这个REST 因此呢 因为小众语言 所以缺乏社区支持 同时呢 它又双线作战 两个产品同时双线作战 资源没有整合在一起 还有呢 就是我把它叫做认贼作父 就是它明明跟Eastro是一个强竞争关系 但是它又最后又 一看Eastro火了 又去兼容它 这个策略 反正各种变化 导致它现在是有点一蹶不振 Molson简单说一下 咱们国内的翘楚 就是玛丽金服 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作为玛丽金服里边 SOFAR Mesh里边的数据面 现在也是非常的 发展的非常不错 它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词言的原因 主要其实还是跟这个 这些厂商的内部的原因 比如说他们需要IPC的支持 一些协议需要协议的支持 以及引入新的语言的一些 这些 这些 阻力 导致他们 宁可使用这种自研的方式去实现 Molson是支持了去年的双十一大厨 这个大概 大家应该也可以从一些网上资料找到 就不说了 具体他们支持的节点数 炮的数应该是超过十万个 非常的了不起 Esto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一会儿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比较 然后这个Kuma这个是Kung这个公司开发的 现在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然后今天这边托管呢 我主要是会介绍这个AWS的AppMesh 也就是我们公司做实践 所选用的一个Mesh产品 那么它实际上相对于Esto来说呢 它出现的是比较晚的 它是18年底的这个ReInvent ReInvent出现提出 然后在19年的4月才开始正式的提议 实际上还是不是特别完善 不断的在优化 另外呢就是Google的这个Traffic Direct 它也是一个托管产品 Google其实已经有List 但是它依然还是希望有托管的产品 把这个开源和托管两个市场都覆盖到 并且他们出现的时间点也很有意思 就是4月份AppMesh出现之后 5月份这个Direct就立马就发布 你可以从这方面看到 它的一个厂商之间的一个博弈 最下面是微软的这个Fabric 就不多介绍了 然后未来市场的趋势 我觉得主要是有这么两点 第一点就是需要这些Mesh产品呢 去支持这个多云 以及多环境的这样一个支持 因为目前的现状呢是有一点尴尬 就是目前现状是一个落地的落地少和这个产品迭代 产品成熟度低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希望有成熟的产品来支持我的落地 所以就是应用方在官网希望您的产品成熟 而产品方呢又希望有更多的落地实践 来通过反馈来不断的完善自己产品 所以大家都在官网 这有点形成了一个死索的一个情况 所以目前的这个厂商还是希望通过我这种多环境的支持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并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微服务系统 或者说你的应用都是上云的 或者很多情况都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就是厂商现在呢 也做了一些准多很多的努力 比如说一次都开始支持这个VM 希望就通过更多的落地来这个不断的去迭代产品 目前这个思索其实应该已经有特局的这样的情况 目前的趋势是比较良好 另外呢其实就是包括应用性 以及这个就是落地的成本 或者说你接入的成本 这些都是厂商所要面临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 先把这个落地量 先把实践这方面做上去 然后产品才能不断的去提升 剩下的一些趋势呢 就是不断的去优化性能 那个East的性能大家都很了解 被诟病过 还有就是标准化 我们后续一会儿再介绍这个发展的时候 再去介绍未来发展的时候再去讲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生态 生态这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我们后续再去说一下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一个重点 就是Eastle和AppMesh的一个对比 首先我说一下我为什么要 我在做技术选型的时候 为什么要选这两个产品 第一个呢就是Eastle这个作为头号网红 我觉得就不说了 大家基本上是一个不能说必选 但是必须是考虑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Google背书对吧 所以呢 Eastle也是我们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一个核心产品之一 怎么说呢 国内现在的这个厂商介入 Sub Smash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两种 一种的就是小厂 小厂一般一般就直接使用Eastle 第二种就是大厂 大厂一般是基于Eastle进行自研 比如说腾讯 比如说这个Badu 比如说这个贸易进幅 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那个Eastle作为这个头号网红呢 我们肯定是要考虑一下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为什么选择AppMesh呢 是跟我们公司自己的情况是比较关系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重度 使用AWS的一个企业 多重呢 就重到 这个可能有一些数据不方面透露 就是基本上北京AWS的销售的一些 就我们公司会占一定的比重吗 只能说到这一点 就是基本上我们公司使用AWS 很多很多的这个服务 所以呢 既然AWS已经出现了这样 那个托管的一个Mesh产品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公司的这种情况 因为它可以跟自己的闭环的这些服务 进行一个无分整合 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我选择了这两个产品 进行一个选行 简单说一下Eastle 那么Eastle呢 其实我只需 我只提这么几点 大家如果想记住Eastle发展的情况 就是两次变革 三个阶段 四个节点 大家这样记就行了 两次变革 其实可能熟悉的同学应该很清楚 一次就是1.1 进行了一个大的版本的 大的一个架构的调整 一次就是1.5 也是进行了一个架构调整 回归了单体 那么这两次的这个大的变革呢 把它的这个整个发展曲线 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1.0之前 也就是持续的快速开发 非常好 1.1到1.1之间 1.0到1.1之间呢 进行长达半年之久 长达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 非常的平缓 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 因为它的架构变化 然后1.1之后呢 进行了一个季度性发布 也就是说走上了真正的正轨 那么四个节点呢 就是0.1 它annonce出来 然后1.0 号称这个production ready 然后1.1 号称企业级 ready 然后1.5 然后回归单体 这是它四个节点 Eastle呢 其实大家记住这么多 就足够了 Eastle它的架构 经过了这样三个的变革 我从设计上来说一下 它的这个架构变革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1.1这次变革呢 其实是一种设计的驱动 怎么讲呢 就是它完全是为了结偶 将mixture里边的这个adapt 直接把它变成精神外 通过这样的一个结偶 来实现了一个完美的 几乎完美的一个 结偶的一个架构 它是工程师为导向的 一个设计驱动的一个方式 而1.5的这个 1.5的这个架构呢 它是实践来驱动的 它是以用户为导向的 也就是说用户 我不买你的账 因为你不好用 性能各方面问题 没办法 我把原来的这个完美架构 变成了以用户为导向的一个 简单的架构 考虑了应用性和性能 这从设计上 你要知道它的 为什么要这样变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EASO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就是 AWS的这个App Mesh 首先呢 就是App Mesh它出现的 要比EASO晚了 晚了半年 接近半年时间 然后呢 就是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最 如果我记得 没有记错 它还是第一个这个 托管的一个产品 如果我记得不对 可能有同学可以提醒一下 所以呢 在托管这个层面上 在 生态闭环这个层面上 我觉得App Mesh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因为 特别是国外 就是使用这个 AWS的厂 这个客户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说 你把Service Mesh 这样的技术 引入到自己的 这个闭环生态里边 对于这些厂商 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比如说 我就被诱惑进去了 然后紧接着 刚才也说过 Google的这个 Traffic Director 就 立刻就跟进了 其实Google 在18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G Cloud 里边 就已经提供了 这个EASO的 这个原生安装 就是你通过 Console页面 直接去点一个按钮 可能就EASO 就自动部署好了 但是它还是希望提供一个 这样托管的一个控制平面 所以就是 这是他们两个大的云场上 之间的博弈 刚才说过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App Mesh 我们先看这张图的上半部分 就是它介绍了App Mesh的四个核心的概念 就在App Mesh里边 它这个Mesh这个概念 是一个逻辑边界 就是你的这些服务的一个逻辑边界 如果你要把这些服务组成一个Mesh 你需要构建这样一个Mesh的一个CRD 然后整个右上方 这是它三个核心的概念 一个是Wertra Service 这个EASO里边也有 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真实服务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 然后Wertra Service下面 会挂载着这个Wertra Router 就是路由 这个其实跟EASO基本是一致的 这路由就不多说了 然后后边它不太一样 是它有一个Wertra Node 你可以把这个Node的理解为 你可以看到它是写的是逻辑上的一个节点 指向了具体的这个Service 或者是Q8S里边的这个Deployment 它通过这三个核心的CRD 来去穿起来整个这个Mesh 这个它的工作流程 然后左下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AppMesh的一个最大一个优点 就是它支持多样化的这个Workload 支持多样化的一些工作负载 不仅仅是它自己官方的这个EKS 然后它的ECS 以及它的EC2 Fargate 甚至是这个VM 它当然肯定是支持的 它的理念呢 就是通过统一的这样的用户 给用户提供统一的这样的接入体验 来屏蔽你最底层的这个部署的这些 不一致性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来去cover中你你现在应用线 现在的一个现状 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 同时会有这个尸体VM 同时会有VM和同时会有线上EKS 这样的接点 它会把你的这样的一个用户体验 给你做的很好 那么右下方呢 是它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啊 它可以通过命令行去执行 这都不多说了 它有个页面的一个console页面 直接通过页面去创建 App Mesh 另外就是一些指标呀 以及可以各语言的SDK 以及它可以接入自己生态内部的Xray CloudWatch 这是它一些优势 那么它最大的优点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 它就是对于多工作负载的一个支持 以及跟这个AWS 整个闭环生态的一个无分结合 好下面我们对Eastio和这个Mesh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对比 这个对比 因为我之前也写过这个 他们俩的一个对比的文章 我在网上也搜了 基本上全网可能 不能说全网唯一 但是像我写这么详细的 可能也只有我写过 所以这里边呢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去比较一下 希望通过这个比较呢 给大家在这两个产品的技术选行上 提供一定的参考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产品 他们的理念 那么Eastio呢 可以看到它的野心很大 它官方呢 把自己是定位成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微服务的 2.0的微服务版本 是一个平台 而这个App Mesh呢 它就相对比较理性 它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它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Service Mesh产品 它强调了自己在这个流量控制 可观察性 以及生态上的一些优势 这是他们对产品定位的不同 那么这个其实这样定位 也有他们的各自道理 因为毕竟这个App Mesh 也比Eastio要晚出来 大半年的时间 因此它在功能上 各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 所以呢 它并没有说像Eastio这样 号称自己是一个平台 这是它一个定位的原因 总体来讲呢 他们大概有这样一方面 首先平台呢 Eastio是号称是支持这三种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Communities 后两种其实用的人 我估计也很少 这个App Mesh呢 它是它支持的 也只是支持这个自家的这个平台 对吧 自家的这个ETS ECS EC2等等 Sitecar这两个呢 其实都是没有可比性 就是都一样 都是Envoy 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自动注入这块 两边都是支持 直接可以自动注入 然后协议呢 两边也都是支持 这些主流的协议 跨级群的这个Mesh呢 两边也支持 值得一说是Eastio 现在跨级群的方案 应该是比较的成熟 相对比较成熟 这个App Mesh 其实是刚刚支持不久 因为最早他们是不支持跨VPC的 现在也已经支持了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产品的架构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这两个架构 目前来说 就是我们对比Eastio 1.5 1.6的这个架构来说 我们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非常的像 首先数据平面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它都是一样 都是Envoy 都是这一个德行 那么控制平面 我们来讲一下 可能左边的这个App Mesh的 这个控制平面 大家都不太了解 这个也是我费了很大的劲 跟这个AWS的这个小伙伴 就是跟他们反复沟通 然后从他们的开发团队 获得的一些信息 当然了 这个肯定是他们允许去公开的 简单讲一下 就是在App Mesh里边 它的控制平面呢 主要包括三个组件 第一个是这个frontend service 这个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用来进行 授权认证 以及这个入流量的验证 做这个工作 它相当于Eastio里边的 这个负责安全的这个Sentinel 相当于这个组件 第二个呢 Transformer 这个呢 大家一听这名字就知道 它主要是用来进行配置的 这个转换 配置的转换 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 App Mesh的这个配置 如何通过它来转换成envol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终 所有的这个configuration 都要变成envol 它可识别的这个配置 通过这个transport进行转换 它的这个角色呢 相当于Eastio里边的这个 Galley和这个Pallet的一个结合体 第三个呢 叫envol Membrane service 它主要是用来管理跟envol 之间的一个连接 以及把这个配置下发给envol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EMS 这个组件呢 其实有点相当于 这个Eastio里的这个Pallet 那么这两个呢 为什么变得 其实大家 为什么控制平面变得有点相似 其实呢 就是Eastio呢 它我们刚才说 它经过两次架构变更后 它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 最后呢 它又回到了起点 可以这么说 可以看到它现在的架构 回到了这个 跟这个AppMesh 相同的一个起跑线上 它们俩的这个控制平面 虽然它的组件不一致 但是它们基本上 覆盖的功能是类似的 这两个设计呢 也不能说谁优谁略 它们的 从设计的理念上来看呢 你可以明显感 明显的体会到呢 AppMesh 它是通过一种 面向数据流的方式 进行这个控制平面的设计 怎么讲呢 就是首先呢 第一个FromAnd 它用来控制 Input这样的一个数据流 然后数据流到了中间呢 进行一个Path 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再通过这个 Envoy Management Service 把这个数据流 转发到 下发到这个Envoy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面向数据流的 一个分层设计 而Eastro里边 它的这个控制平面呢 目前这三点呢 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面向功能的设计 也就是Pallet 它面向的功能呢 是整体的数据面的管理 Cintedile呢 它面向的功能是安全 Galley呢 面向的功能是 这个配置 以及跟这个底层的平台 这个结构 所以呢 这两种设计 我觉得都都不错 都很好 只不过他们是 说白了 就是殊途同归 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好 说完架构 我们说一下这个特性 说一下功能 功能点呢 就是Eastro 这个原来 其实官方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是有四个大的功能点 核心是流量控制 然后安全可观测性 还有一个策略 随着这个架构变更 把这个Mix mixture 去掉之后呢 策略这块 它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呢 这个由这个Envoy负责 另外一部分就 就遗失了 目前还是三大块功能 那么App Mesh呢 其实也类似 但是呢 其中它不太一样的一点 就是安全这块 我个人认为 它是相对 相对薄弱一点 主要原因就是 它对比Eastro 它没有这个 比较完善的这个 认证和授权的策略 比如Eastro 你是可以进行 多级的这个 授权策略的这个设置的 App Mesh里边是没有的 但是呢 App Mesh它的优势 就是它跟自家的这个 非常成熟的 IAM是集成的 就是IAM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安全相关的 这个一个服务嘛 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考量 是不是因为这个 IAM已经提供了 可以覆盖这些 安全上的 这些场景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没有 深入的 或者说没有这个 比较底层的 这些安全的设置 总体上来看 它的这个 因为毕竟它推出时间短 它的功能上的 还是不如这个Eastro 完善 还是有一定前缺 但是它的核心的这个流控 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流控方面 Eastro主要是分了三大块 一块就是最核心的 最常被使用的 路由以及这个流量转移 这块 基本上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不细说了 主要比如说 Lobiance 连接池都有 以及这个按照百分比 和按照这个Header 按照路径去 进行流量切分的方式都有 另外一个就是弹性相关的 超市重视 熔断这些 Eastro也支持 但是Eastro它的熔断 是不是一个 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 不是一个传统的熔断 因为它不是按照这个 请求流量去划分 它是模拟了一个 半开状态 这个后续有机会 再跟大家说 然后它比Mesh 多的一点 就是它有这个 debug的相关的能力 就是它可以有流量镜像 这样功能 这个功能 我们其实现在也用 还有一个就是 故障注入这样功能 这个功能 这些功能 在我们进行调试 在网格调试的时候 是非常有帮助 然后AppMesh的 这个路由方面 其实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完全可以满足 这个核心的 这个流控的 这个需求 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提供了两种DNS DNS的服务发现的方式 有其中一种呢 就是它自家的 这样一个服务发现的 一个产品 叫Cloud Map 然后那个 对 这个 弹性这块呢 它其实也基本上支持 但是它的这个 Timeout也是刚支持不久 好 我们来说一下 它们的核心的 这个自定义资源 也就是CRD CRD Eastor这个CRD 如果使用过的 应该都很清楚 我给大家归纳一下 就是你可以仔细的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看 看我这个图 有没有去仔细考虑过 它是如何规划 它的这些 流量控制的资源的 就是它通过了一个 内部 比如说Otral Service 和Destination Row 这是用来管控 Mesh内部 而这两个Gateway Ingress和Egress Gateway 是用来管理 这个边界的流量 而这个Service Intry 用来管理 外部的流量 还有 还有一个Sitecar 用来管理一个 注意Sitecar 不是我们说 NVal 是它的Sitecar 一个CRD 而Sitecar 管理一个全局流量 就Eastro它这个设计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 非常优秀的一个设计 所以考虑非常全面 它通过一个内外边界和全局 把整个流量覆盖的 密布头分 就是任何流量 你都可以通过Eastro 进行管理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设计 设计亮点 我个人认为 然后这个Mesh 相对就是比较传统了 它主要是三个点 一个是这个Virtual Node 用来直接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节点 然后呢 Virtual Node的画板 是可以下挂 它后边的一个Virtual Service 这里边呢 会Service里 Virtual Service用来下挂载 它具体的路由 这个路由又会指向 你在Mesh里边定义的 其他的这个Virtual Node 它是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设计 就是有三个这个核心CRD 目前呢 他们应该也添加了 这个Virtual Gateway 也用来 通过用Virtual Gateway 来管理这个边界 目前应该还是在preview 这个状态 还没有真正的这个release 好 安全方面 刚才我其实已经 基本上说了 就是 我就不细说了 East的优势呢 就是在授权和认证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相对 就是在网格内部 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细力度的管控 但是App Mesh呢 你就可能只能通过 这个除了这个双向MTLS 它是支持的 但是其他项面授权这方面 可能就只能通过这个IM 去使用了 在可观测性方面呢 我个人认为两者是不分伯中 两者是几乎相当的 因为我们从这个可观察性的三个方面来讲 就是日志指标和追踪 两方面其实都支持很多的 这个三方的这些主流的产品 那么App Mesh呢 它除了三方的 它自身的这个X-Ray呀 什么CloudWatch这些 它也支持 而East对于网格的整个托普的 这个观测呢 是可以使用KR里的 App Mesh这边呢 就只能是用自家的CloudWatch 这方面呢 其实App Mesh 其实做的不错 在可观察性上 我觉得是几乎相当 我们从维护上来讲 我个人认为 这个维护上 这个就显示出了一个托管产品的 它的一个极大的优势 首先呢 我部署 大家看East它的部署呢 其实随着它的版本的变化 就是它的架构变化是由难到逸 以前呢 不能说很难 但是至少它在部署形态上 它是有多个不同的组件 现在它都使用同一个EastD App Mesh其实就是 它不需要部署 它的整个控制面呢 控制平面是完全对我们用户是透明的 你需要安装什么呢 安装它的一个controller 就是CRD的controller 这是KBIS的要求的一个 只需要安装一个controller和一个injector 用来注入的这两个东西 其他就不用了 它的部署也是很简单的 最大的优势呢 对于托管产品来说 就是技术支持了 对吧 我们使用EastD 基本上除了文档 除了你周边的这些大牛 只能就是去发问 EastD官方的这个论坛 这个discussion这个东西 你进去可能发个东西 要么就是没人回 要么就是不会回 所以就支持这块只能靠自己去 就是可能会差一些 但是AWS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你可以它有官方的这个 Sport Center 你可以有任何问题可以去给他们提供单 根据你的服务级别 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最顶级的这个 服务级别的客户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这个问题你很棘手 或者说你你就选择影响了我的production 影响我线上了 你选择这个最高级别 那么他们会非常快的去响应 电话也好 或者是邮件也好 甚至是远程协助也好 都会帮你去尽快的解决你这个问题 直到你把这个公单这个解决掉 这是在托管产品 我觉得一个最大最大优势 而这一点呢 其实也是我选择AppMesh 去进行逻地实践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Triple Shouting这块就是排错这块呢 这块就显现出了这个开源产品的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毕竟它开源 它缺少了真正的技术支持 那么它必须在这个排错这块 有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呢 它在这块有很多非常多的这些debug工具 比如说它east control以及这个envol的这个admin API east debug API kali然后control controlz这样的dashboard 提供非常多的这个debug的方式 可以供你去排错 AppMesh这块就相对就比较少了 没有太多的方式了 我个人认为呢 这其实跟托管产品有是有有关系的 如果说你提供了非常异常丰富的debug的方式 那我我还我还用什么我的这个这个技术支持 对吧 我怎么卖我技术支持 是吧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它是通过这样的考量 就是尽可能的通过技术支持来帮你解决问题 对吧 这对它也来说也是有更大的收益 用户文档方面 我个人觉得还是east做的更好一点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east文档非常的清晰 以及就是集中化 就是你从官方这个east.io的这个文档里边 你基本上可以找到 无论是reference 无论是实例 无论是这些这些项道 你都可以找到 它非常统一 你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去翻资料 这个appmatch 它官方文档其实写的也很详细 但是呢 它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完善 因为它同时在它的这个github reper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而官方的这个reference里边你是找不到的 你可能还得去github上去找 可能是他们没有默着在一起 没有更新的原因啊 所以呢 导致我之前踩了不少的坑 浪费一些时间 我觉得这个他们在文档还是有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吧 trouble shooting这块我刚才已经说了 east.io肯定是更强一点 主要是它有这个命令行攻击相关的这个东西 appmatch呢就是 要么就是靠记录支持 要么就是当然了 它你可以通过它的controller去查看log这样的方式 也能排查出一定的问题 好 然后最后一项就是成本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提了 就是一个技术变革 是它有两方面的考量 一个是从成本考量 两个是效率来考量 那这两个介入的成本呢 其实都不太高 开源产品相对要高一点 这并不是east的问题 这是开源产品的问题 因为你在人力资源 你在学习成本上肯定会高一些 而这个托管产品呢 相对当然你也要去学习 也要去有一定的人力成本 但是相对来说要低一点 因为你背靠着一个这个技术支持团队 对吧 一个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 这个会靠住很多你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成本上 我个人觉得差不多啊 可能托管产品是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对于资源来说呢 是因为因为AWS的App Mesh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呢 在资源上 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 都是免费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价格上是没有什么 成本是一样的 好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选型的一个一些建议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说 你选不选这个Service Mesh 有很多企业 他其实已经有了这个 已经上了Double 已经上了这个Sipping Cloud 或者说已经有自建的 非常完善的服务治理体系了 那么你要不要选择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已经很完善了 不需要去选择 你可以在除非你有痛点 那么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选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说如果你要选Service Mesh技术 那么你可能有下边的几个考量 第一个就是你的从你的真实需求出发 就是你的你的这个需求 是不是你所选择的产本能不能覆盖到 比如说其实我们都知道Easto 刚才我也分析 Easto它的功能还是要强于Mesh 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这个Easto 是因为就是Mesh目前来说 已经能够cover住我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就是刚刚好就足够了 然后呢 你还同时呢 你需要 这第一点就从需求出发 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第二点呢 去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 比如说我们公司 它主要是基于AWS 那么这一点上呢 就是选择的比重 占了很大一部分 第三点呢 就是还需要你通过一些向导 一些devo 去尝试着安装一下 或者尝试着去实现一些小的功能 来看看这个产品 它的成熟度怎么样 比如说很难用 或者说有bug等等 我觉得就直接就可以pass掉了 通过它的这些向导 这些你可以发现出一些问题 来为你的选型呢 做一些参考 最后呢 就是使用之后呢 还是应该做一些性能测试 来看一下这个性能怎么样 最后再介绍一下 我在这边的一个实践 简单说一下 我们是如何落地这个App Mesh 先说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呢 就是简单来说 是一个互联网在线 这个广告平台的一个提供商 可以这么理解 目前公司的业务就是 主要就是要整合这个 整合这个线上的这个广告平台 整合线上的这个在线广告和电视广告 打造这样一个通用的一个平台 以及提供一个广告的一个交易平台 这是我们主要的产品 目前呢 我们落地的这个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广告的广告交易 广告这个是广告发布平台 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样一个业务系统 我们公司上云 上云呢 主要经历了一下三个阶段啊 经历了三 差不多三年左右 17年之前呢 我们是用的Ruby这样的一个单体结构呢 然后呢 17年开始啊 就进行了大概差不多两年左右的 这个像微服务的一个迁移的过程 这个迁移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是通过一个快速迭代的方式 就是通过自己向下的这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微服务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各自的小的业务团队去先构不先构建 直接构建自己的微服务应用 而不是说从上到下的去先设计啊 底层的基础设施设计中台等等 因为那样会会比较慢 那样的缺点是比较慢 但是呢 它的优点就是有统一的控制 我们是这样的优点是比较快 速的能够迁移 但是缺点呢 就是可能如果说设计不合理的话 可能就缺乏了一些统一的这个中间层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构建方式呢 其实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构建去抽象出这些基础设施的 所以我们缺乏了一些服务之类相关的能力 因此呢 这正好为我们去接入Service Mesh提供了一个契机 就是我非常适合Service Mesh 因为我基本上缺失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在19年 去年开始呢 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全面的上运 基本上目前呢 就是前不久呢 我们刚把我们的业务系统流量全部切换到了AWS的EKS上 目前我们还是在持续的做这个Mesh相关的一个落地实践 以下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些基本情况 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流量 大概是一个million 每天一个million左右 所有产品加起来 然后我们业务系统这块服务大概是有50 应该是加不到100个 然后整个呢 因为我们服务内部是GIPC靠 GIPC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API 这个是有不到2000个 大概是这样一个量级 是一个相对比较小 比较中等的一个系统 我们的遇到的一些痛点 主要就是刚才说了 我们的多部署环境 以及我们的复杂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流程 业务流程有多复杂呢 举个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一个业务流程 那么它光数据的校验 也就是validation这块 可能就得十几个 而这十几个validation呢 就可能会来自于不同的服务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业务流程 然后我们在流量控制方面 也有一些缺失 同时呢 我们缺乏一个完善的一个 一个统一的一个可观察 像的这样一个能力 在排错的 比如说在整个 这个服务的 服务链路的排错上 也是有些缺失 所以呢 基于以上痛点 我们就接入了这个Service Mesh App Mesh呢 它的接入呢 刚才也说它的接入 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 保证你有一个 在AWS的这个平台上 保证你有一个 App Mesh的Fog 这样一个权限 给你的机群 有设置这样一个权限就可以了 然后你只需要去安装一下 这个CRD 然后安装一下 它的controller和injector 这个controller和injector呢 主要是用来管控 这个进行这个CRD管控的 刚才说了 它的控制平面 你不需要安装 它是透明的 完全是一个透明的 因为这是AWS服务 它的特性 基本上都是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把你的 比如说你的 你的应用在某一个 Namespace上 你直接enable 这个自动注入 把数据平面注入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 可以work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流程 我们一开始呢 是使用了一个 Palette项目 就是一个试点项目 因为毕竟呢 这个Mesh这样的产品 它是要接管你所有的流量 所以一开始你去铺开 去做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正好就是新加了一个新的小项目 新加叫data service 这样一个项目 新加了两个新的这个服务 用它来做一个小的一个Mesh 进行一个试点 整个这个流程呢 就是我们UI这块呢 有一个预测服务 它会要去后端的去查询一个 查询这个预测结果 首先呢 它会把请求打到这个data aggregator 这个呢 是用来做一个业务模型聚合的 它呢 会发送请求到后端的这个查询服务 查询服务可以认为就是去从clickhouse 去查询这个具体的数据 然后把它分装起来 这两个服务呢 我们搭建了一个 我们植入了 接入了一个Mesh 简单说一下Mesh的配置呢 它跟East不太一样 首先呢 你需要去定义一个Mesh 显示的去定义一个Mesh East是不需要定义这个Mesh 你直接注入了就 就自动就是Mesh 你需要显示去定义这个Mesh 这个Mesh是跟你的这个 controller是绑定的 跟你安装的controller是绑定的 这是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同时呢 在这个里边呢 Mesh里边呢 你可以添加 这个我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例 你可以添加这个Egress Filter 就是说呢 你的Mesh内部的服务 是否容许你访问Web的服务 这点跟East正好相反 East是默认你内部网格内部的服务 是可以访问Web服务的 但是App Mesh呢 你要默认是关闭的 是deny状态 那么你要打开的话 你需要在这个Mesh里边设置这个Egress Filter 把它设置成允许打开 同时呢 你可以在这个Mesh下面 设置你的DNS方式 是用的传统DNS 还是使用这个它的自带的Cloud Map 下面两个配置呢 就是一个是Watcher Node的 你需要给你刚才我介绍的这个两个服务 都配置一个Watcher Node 然后其中呢 这个FDA这个服务呢 它需要挂载一个Backhand 这个Backhand呢 就是挂载这个Watcher Service 通过这个Watcher Service呢 我们到右边来看 Watcher Service里边 其实就是设置具体的这个路由信息 它把这个你的请求 根据你配置的这个路由 路由到哪个地方 这边其实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路由 实例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支持JRPC 直接去把这个请求路由到 我的这个JRPC的这个方法上就行了 好 目前呢 我们主要的介入了使用的功能呢 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就是路由 第二个就是超时和重视 重视这块呢 很早支持了 超时这块其实刚支持 其实这块我们也遇到一些坑啊 比如说 比如说它超时 大家如果熟悉NVOL都知道 NVOL有个15秒的默认超时 在Eastro里边是可以通过这个Sitecar 是去把它配置去修改 因为我们有一个download的服务 它会比较慢 导致这个超时呢 在AppMesh就没有办法就直接这服务被截断了 所以这个我们近期才才重新再去尝试这个超时 目前超时应该AppMesh已经是上线了 然后就可观察性这块我们也接入了 比如说啊 FANA Promises我们都接入了 然后我们后续呢 可能会想做一下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回头发布这样的东西 另外再吐槽一下这个 其实我们最早呢 刚才也说了 在Mesh在配置上也有一些小坑啊 就是它的 它有些内部的命名的一些convention 命名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右下角这个可以看到 它是这样的命名方式 就你的服务呢 后边要接一个namespace 不接的话 在它的这个controller log里面就会报错 有时候可能会请求打不过来 这也是刚才有说了 因为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文档呢 有一部分这些信息呢 是只能通过这个Github去查看到 所以当时呢 是有一些小坑踩了一下 好 我们对这个mash也做了一个benchmark 做了一个性能测试 基本上还是符合预期的 因为它的数据面 大家都知道都是基于nVault nVault的性能是很好的 它跟easter这官方的这个 官方的benchmark其实很类似 先看这个吞吐量啊 这方面我用了四个case 可以看到吞吐量基本上只有轻微的下降 也就是说接入mash之后呢 大家可以右边是这个深色的是 蓝色的是接入mash的 有轻微的下降 但是在可接受范围 然后这个每个请求的延迟 延迟呢是有些些许上升啊 基本上我测试的情况都是 在几毫秒情况 没有超过十毫秒的 这个基本上跟easter官方公布的 那个是一致的 就是这个性能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可以这么说 后续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实际的场景 做一些打数据量的这个测试 好下一步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下一步可能逐渐的 第一个是优化一下服务链路 服务链路还是不太的理想 然后呢就是也是呼吁一下 其实ServiceMash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这样的一个就是声明式API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非常非常适合用GitOps这样的方式去部署啊 所以我们后续可能也会尝试通过这个 Flex这样的工具进行GitOps的部署啊 然后刚刚也说了就后续部署了自动化 比如说通过Flagr这样的方式 进行一个自动化的辉度发布 这是后续我们的研究方向 最后呢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最后我再快速的过一下这个未来的ServiceMash发展 第一个刚刚已经开头也提到 就现状就是落地的一个不多 实践的不多 落地不多 以及和这个产品成熟度 他们之间的一个矛盾 这两个是一个互锁的一个方式 目前其实也慢慢已经落地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分享 然后就标准化 标准化有两个 可能熟悉ServiceMash都知道 UDPA针对数据面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NVAL发起的 然后SMI这个微软发起的 针对控制面的一个标准 标准肯定是对于我们应用方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可以无分的去切换 对吧 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生态 生态我觉得是目前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甚至是一个创业的很好的切入点 比如说代表性的这个Solar Solar.io这个公司 他发布了很多这个相关的生态产品 比如说这个East of the Porto 以及之前的这个ServiceMash Hub这样的产品 这些 我觉得生态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首先我们通过落地实践不断的增多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实践总结成一些我们的UGC 总结成我们用户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发布到社区 社区呢逐渐的通过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通过一个平台发布出来 然后由这个平台呢 再生成对应的这个公共库或者工具 而这个这些工具呢 在反谱到具体的我们实践 改善我们的实践 这个生态圈 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最后就是ServiceMash模式 所谓它的这种Mash模式呢 就是以通过SideCart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 来提供一些能力 比如说ServiceMash就是通过这个SideCart来提供流控的能力 对吧 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DB的Mash Message的Mash Cache的Mash 来提供其他的这些分布式能力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好 最后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 希望今天主要再总结一下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这两个核心产品一个对比 希望对大家的选行呢 策略有一些的收获 另外简单介绍了我们自己在AppMash的一些实践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 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联系到我 然后这个是我的两个 目前我所负责的两个这个社区 第一个是ServiceMash 是我们目前中国垂直这个领域 应该是第一大社区 有很多非常好的ServiceMash相关的资源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新的这个云原生社区呢 是一个知识星球 大家可以在里边给我提问 里边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云原生的大牛 大家可以给他们提问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来看一下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不可以简单的谈一下GIPC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啊 我不太清楚你所说的GIPC 是指的跟ServiceMash结合吗 首先就是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ServiceMash首先它是四层和七层都支持 那么也就是说TCP刚才说TCP HTTP都支持 那么GIPC呢 其实像Eastro它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多路服用的方式 就ATP2的方式来去支持GIPC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这两个产品 我觉得GIPC作为现在一个主流的一个协议 Mash各种Mash产品都肯定会是要支持的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笼统 我不太知道具体想 这位同学想知道什么 我觉得后续可以在我们私下再探讨 好那个主持人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的 非常感谢马若飞的精彩演讲 非常棒 让我们也知道了在ServiceMash这个领域 除了有Eastro呢 还有AppMash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工具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活动就只能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呢 也可以在社区里面跟马老师在继续的交流 非常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 那么本次网络研讨会的录像和幻灯片呢 将于今天晚些时候上线 也期待在未来的SenseiF的网络研讨会中呢 再次与您相见 祝大家满载而归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